Hello 大家好 我是Lafin哥 今天我是来到了重庆的时尚发布中心 参加一个汽车的新车首发 那么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我身旁的这台欧尚Z6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车型 或者这个命名还是比较陌生的 没错 我旁边的这台车呢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台 也是他们出自于长安欧尚的第一台车型 叫做全新智能序列的旗舰车型 那么作为一款全新的车型呢 其实从外观上能够看出很多新意 首先它采用了一个叫棱镜设计的元素 整个前脸呢 特别是这个中网上是非常有细节感的 每一个三角块重叠在一起呢 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时光沙漏 并且它是经过几何排列的 向中间聚楼的一个形式 这个前脸造型呢 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车辆的一个前脸上看到的 另外呢 它的一个整个灯组的一个设计呢 也是比较有新意的 上方是一个比较狭长的LED灯带 那么下方呢 是一个远近光的一个灯组 里面是带透镜的 那么整个前脸给我们的感觉啊 有那么一点似曾相识 但是呢 又有很多新意在其中 那么我们来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下 这台车的一个尺寸呢 是达到了4699毫米 轴距呢 是2米7多 接近2米8的一个轴距 但是它的车高呢 只有一米66 所以说整个车的一个姿态啊 是呈现出比较低帕的感觉 再加上车宽是比较宽的 所以说它也是走的一个偏运动化的 一个低帕的一个姿态 但是呢 棱镜式的一个处理呢 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个形面的一个交错 会有很多折线直线的一个运用 比如说在车身的这个门板这个位置 可以明显看到到有一个折线的一个处理 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显示出这台车 比较刚硬化的一个个性 那么一直往后延伸 包括这个轮骨 现在这台车呢 配备的是一个19寸的 外字型的多幅条的亚光色轮骨 这个造型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来到尾部再来看一下 尾部呢 并没有使用贯穿式的尾灯 而是这样分体式的一个造型 左右对称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灯带呢 是采用了叫做脉动式的一个灯率 它会有随着车辆的一个 点亮着火和熄面呢 会有一定的动态效果 并且上方配备了这样的一个扰流板 中间呢 是一个高位刹车的左右 对称的一个形式 整个车尾呢 我觉得有一点我不太理解 或者说我自己感觉可以再修改一下 因为这 目前这台车呢 还是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定型 也就是这个部分 双边共四处的一个排气 它采用了一个圆形的排气孔 其实这台车的一个动力呢 它会有混动版本 PHEV的版本 会有2.0T的版本 会有1.5T的版本 所以说我觉得结合这台车的一个 整个外观设计 如果要讲究整体性的话 我觉得把这个改成双边双出的 矩形或者梯形 同样是直线条的一个设计 可能会来得更匹配一些吧 那么另外呢 关于这台车的内饰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目前内饰还没有完全的定调定版 但是呢 可以告诉大家 这台车的一个内饰是非常有新意的 不同于以往的长安欧商的产品 也不同于长安序列的产品 它有很多新意 它有模拟化的形象 除了我们常规的液晶仪表盘 中控屏 它在前方环抱式的座舱 中间呢 还有一块调屏 这个调屏上显示了 它的一个虚拟形象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行车的一个 比如说方位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 流媒体后视镜的一个 显示的一个部位 那么另外关于这台车呢 还有诸多的亮点了 因为是智能序列的一个旗舰产品 所以说在智能化方面呢 这台车是做了很多的功夫的 给大家说两个亮点吧 首先这台车的语音系统 它不仅仅是支持在车内的一个语音控制 哪怕我们是在车头或者车尾 它是预埋了前后各两个麦克风的 也就是说这台车 我在车外可以直接跟它进行一个对话 这有什么用车场景呢 比如说在合适的场景 我下班之后我到这地库 我还没有进入到车内 我可以跟车辆直接说 你好Z6我要回家 它会直接在车上的导航 给我预设好回家的路线啊 或者说是我要去加油站 都可以预设进去 所以说这一点呢 是把我们常规化的 用语音的一个形式做下来 给提前放到车外了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整车的所使用的芯片啊 八核的处理器 它的一个开机速度 响应速度 还有导航的速度 都是比以往的车型来的 更快一些的 那么动力部分 刚刚我也说了 它搭载了三款动力系统 有长安IDD的那一套 PHEV的混动系统 还有1.5T的和2.0T的 两个燃油版本 所以说呢 这台车还是比较有期待感的吧 那么等待这台车的内饰方面 可以公布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带大家来好好的品鉴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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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